好是不是全民成了冤大头呢 政府三大基金遭到不孝的经理人坑杀 像是安带投信前副总谢清良就涉嫌坑骗了政府基金1.7亿 而现在还有立委爆料 劳退劳保退附基金也疑似被投信经理人炒作 因此惨赔了3亿 而现在立委就提案了 要求呢往后像是劳保基金代操要按月的上网公告 而其中像是操作的绩效持股等资讯呢 同样也是要承报主管单位并且上网公告 交保时头戴帽子脸戴口罩 不发言语的就是涉嫌坑杀政府基金1.7亿 拿来买豪宅的前安带副总谢清良 现在还有立委加码爆料 又有政府基金一次招刀坑杀 在投信炒作之下 政府三大基金99年以700到900元价格买进硕和股 但在民国100年却在400到600元的区间卖出 一口气亏3亿 夸张的是硕和99年11月挂牌指数比进9000多点 多头气氛弥漫一度冲上900点 此时劳退基金却进场 薪资和救治统统都是该党股票大股东 这引发外界质疑追高点合理吗 就是因为以往政府委由投信经理人 代操股票不够透明 劳工朋友的退休基金惨赔却无法直时遏止 民长立委高志鹏提案 未来劳保基金代操要按月上网公告 代操业者操作绩效和持股 也要承报主管单位上网公告 劳退劳保和退辅基金 有关900万劳工朋友们的权益 要防止成为不肖经理人 刻意炒作坑杀对象 政府单位恐怕得更加快脚步 网洋补劳 中文新闻 综合报道